啥东西都舍不得扔的人 往往会有这样的命运 很准 你有没有这种困扰 家里的旧物堆积如山 很多的衣服 你都不穿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身边的东西 一定是越来越多的 这就需要我们 对自己的生活有所规划 对自己的家庭懂得收纳 学会断舍离 而什么东西都不愿意撒手 往往会有这几种表现 一 生活中 时不时泪心为啥泪心 泪心 多源自于不舍 对方舍得感情 你舍不得 所以你泪心 事情已经过去 你忘不掉 所以你泪心 人会因为重情泪心 也会因为啥都想要泪心 消耗你的人 你别见 用不着的旧物 你得扔 不要因为不舍 让自己过于泪心 活不好 过不好 二 与人相处 敏感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 其实也是因为 特别珍惜的缘故 东西来之不易 我们会念念不舍 既舍不得东西 也是舍不得自己的过去 越是舍不得 往往在与人相处 越是敏感 也会担心 他人离你而去 所以在感情中 会患得患失 人要学会看淡 东西是 感情是 不要把啥都看得太重要 把自己过度消耗 三 总胡思乱想 事情过去 别多想 总是多想 那些有的没的 你不会快乐 反而让自己痛苦 很多事情 已经过去了 想也没用 不如加油向前看 旧物 你要学会扔掉 让生活干净 糟粕 你要学会放开 让内心干净 做一个爽快 痛快 又乐观自在的人 不去多想 少思少虑 丢下烦恼 珍惜当下 不要啥东西 都不舍得扔 我们这一生 很多东西都是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何必让自己 活得那么负重 旧物回收 是资源在利用 内心清空 是给自己机会 希望我们 都能轻装前行 甭管是家里 还是心情 干干净净 舒适自在 人老了 不管有钱没钱 给儿女留下三样东西 就是远见 人老了 给子女留下多少钱 并不是最重要和最关键的 因为钱总有花完了一天 如果子女本身不争气 总是想着啃老 那么将来有一天 这些钱被败光了 他们的人生 依旧是一地鸡毛 所以 相比于留下多少钱 真正有远见的父母 只会留给他们一些精神财富 这才是让他们终身受益的东西 特别是以下三样 一 留下做人的道理 培养他们正确的三观和健全的人格 做人 是一门学问 有的父母本身就三观不正 自然也教育不出三观正的孩子 相反也一样 如果父母为人谦逊又善良 那么他们的孩子也会是温和的 待人真诚的 一个人不管有钱没钱 都有教育好子女的责任和义务 你只有培养他们健全的人格和正确的三观 才能在将来自己离开以后 放心他们独自在人世生存 做人的道理 是一笔无形且无价的财富 比如 告诉他们做人不能贪婪 不能被欲望吞噬 不能占人小便宜 不能算计人心 不能撒谎 不能言而无信等等 这些都会在很多时候影响他们的人际关系 影响他们的事业 前途和际遇 真正有远见的父母 不会只想着给子女留下多少钱 而是会想着教会他们做人 这样才能让他们独自在世上打拼时 少走弯路 二 留下经营人生的智慧 让子女少走弯路 年轻人容易走弯路 这是在所难免的 但是如果有父母作为引导 他们会比一般人走得更顺 再了不起的盖茨笔 这本书里 作者的父亲曾经告诉他 当你想要责备别人的时候 你要想一想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你那么好的条件 在后来的为人处事中 他每每想到这句话 就会原谅很多人和很多事 他学会了包容 学会了理解和体谅 同时也学会了换位思考 这一切都是因为父亲 曾告诉他的那句话 可以说影响了他的一生 给子女留下经营人生的智慧 是比留下物质更重要 更有远见的东西 这会让他们的人生少走很多弯路 少吃很多亏 三 留下好的家风传承 让往后的家人代代 受益好的家风 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世世代代 传承下来的 一个人要是从小生活在 家风很正的家庭环境里 那么他大概率不会长成 一个恶人或坏人 因为他受过好的教育 耳濡目染地学到了很多东西 这对他来说终身受益 我身边有个朋友就是如此 他的家庭算不上大富大贵 但是父母和爷爷奶奶等 都是三观很正的知识分子 他们家的人有一个习惯就是 从来不会借钱 既不会借钱给别人 也不会开口向别人借钱 他说 以前爷爷做生意 吃了很多亏 那时候他还年轻 很容易信任别人 所以被合伙人 骗了很多钱 后来他决定 无论日子多难 都不会用钱去考验人性 因为一不小心 你就会失去了朋友 还失去了钱 爷爷这种思想 感染了父亲 父亲又感染了他 所以他向来不在钱的问题上纠结 谁找他借钱 他都不借 要是别人不理解 觉得他不近人情 那就干脆断交吧 反正不懂得尊重别人选择的人 跟自己也不是一路人 而他同样也不会向别人借钱 哪怕再难 也只会自己想办法去证 这就是家风的重要性 家风可以代代传承 这种精神财富 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 这意味着 一个家庭 有上等风水 只会越来越兴旺 越走越顺 人老了 真正的远见 从来不是给子孙后代 留多少钱 留多少资产 而是留给他们一些精神财富 这是比物质 财物更重要 更有用的东西 如果你能树立一个好榜样 并把他们教育成一个人格健全 且三观很正的人 那么将来 他们只会越过越好 这才是你身为父母或长辈 最大的骄傲和功绩 人活着 如果失去了三样东西 挣再多的钱 也没有意义 人活着 到底是为了什么 如果非得有一个答案的话 我觉得人活着 是为了成为自己 做好自己 不要觉得这一点很简单 很多人终其一生也不明白 自己想要什么 适合什么 只是跟着大众走而已 结果让自己 活成了平庸的大多数 直到老了才发现 原来这一生活的不值得 还有很多人 总把挣钱看得很重 似乎人活着就是为了挣钱 可是你挣钱 又是为了什么呢 不就是为了过上想过的生活吗 那为什么因为挣钱 反倒没有了生活呢 其实 人生在世 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挣钱 而是去享受生活 去体验生命 如果你失去了以下三样东西 再有钱也没有意义 一 失去了健康 无论有多少钱 多好的条件都无福销售 健康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 也是对我们来说 真正重要的 很多人生场大病 才会明白 原来没有了健康 一切都是空谈 只是 有些人还来得及珍惜 有的人 却再也没有机会了 这就警醒我们 人生当中的很多时候 并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 如果你不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 有朝一日真的病倒了 不管你有多少钱 有多好的生活条件 都再也无福销售了 所以在平常 就要有健康的作息 最好早睡早起 积极锻炼身体 并且尽可能地饮食清淡 别让自己的身体 有太多负累 二 失去了独立的思想 无法拥有平等的感情 和为人处事的主见 很多人 是活得没有自己的 他们没有主见 没有思考 凡事只会人云亦云罢了 当大家都在做一件事时 他也去做 根本不会考虑 自己的实际情况 也不会考虑 是不是适合自己 只是觉得跟着大家做 就没有风险 这种凡事 只会随大流的人 没有自己的思想 活得极其可悲 人跟人终究是不一样的 我们每个人的任务和使命 就是经营好自己的人生 凡事都要跟着别人走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你不是谁的复制品 也不是谁的附属品 活不出自己 终究是一场空 所以无论如何 都不能失去独立的思想 你只有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才能去过一种想要的生活 否则 你不仅无法拥有平等的感情 同样也无法拥有 只属于你的 舒服的生活方式 三 失去了家庭 跟家人渐渐疏离 甚至结仇 会让晚年的自己没有保障 有些人总是不懂得珍惜眼前的幸福 特别是到了中年以后 觉得跟妻子没有感情了 就想着去婚外寻找所谓的新鲜感 可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如果因一时冲动而做出了无法挽回的事情 那才是真的得不偿失 要知道 你的妻子并不是没有做人的底线 她忍让你 是因为她对你还有期待 对于这个家还有感情 如果她彻底失望了 就会头也不回地离开 那时候你就会知道 你到底失去了什么 有个中年男人曾经说 妻子回娘家了 那种感觉就像是保姆离职了 家里一团糟 这话并没有夸张 你平常只是习惯了妻子的付出 才觉得她做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 可一旦她不做了 你就知道你对她的体量太少了 人活着 如果失去了家庭 一切将会黯然失色 不管你跟家人疏离 还是结仇 都是不明智的 因为他们才是真正值得你珍惜的 他们才是你在这世上 最宝贵的财富 人生在世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 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 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 那就是一旦失去了自我 无论怎样活都无异于行尸走肉 这就要求我们 一定要活得清醒 活得明白 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应该珍惜什么 才不至于在老了的时候 有那么多遗憾 如果你能拥有健康 拥有独立的思想 并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 那么即便你这一生没有大富大贵 也能最大限度地体会到幸福的滋味 有眼光的父母 不会让子女和这几种人结婚 你好呀 我是小浅 一 卷手语 子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 承载着父母所有的希望 在人生的每个阶段 都少不了父母的告诫与教导 父母是子女的守护人 尽管父母心里有万般的不舍 可子女终究会长大 会建立自己的家庭 去经营自己的人生 在人生的关键阶段 父母会用自己的阅历和眼光 来为子女规避掉不幸福的选项 有眼光的父母 不会让子女和这几种人结婚 二 没有责任感 两个人建立一个家庭 需要双方都能够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与压力 共同经营彼此的生活 和没有责任感的人在一起生活 只会让自己背负上双重的压力 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我的一个同事 他认识了一个高大帅气的男人 两人很快陷入热恋之中 同事的父母知道他恋爱了 心里又是欢喜又是担忧 便提议让女儿带男朋友回家吃饭 好好了解对方的情况 吃饭的时候 父母询问了男人的一些基本情况 但男人走后 父母提议两人不要继续交往了 原来 男人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 他的所有开销 全部来自于父母的接济 对于未来的生活 他毫无规划 只想享受眼下的安逸 这样一个成年了 依然依靠父母生活的男人 怎么可能给女人幸福安稳的生活 结婚 意味着要扛起生活的责任 要学会支撑起一个家庭 可是 没有责任感的男人 对于家庭大多只会不管不顾 在生活中 也只会依赖别人 不想努力奋斗 也就无法给予伴侣充满希望的未来 若是 子女和没有责任感的对象结婚了 那么将来的一生 都要负重前行 日子会过得又苦又累 三 眼高手低的人 父母的生活阅历 能够让他们用长远的眼光 来看待一个人身上的特质 眼高手低的人 其实对自身的能力 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他可能有着雄心壮志 远大目标 对未来有着各种设想 但是不愿意脚踏实地地去奋斗 不管做什么工作 他永远做不长久 在现实生活中 明知道日子不好过 却又不努力 吃不得苦 也不愿意去历练自己 沉淀自己 他看不上普通的工作 总想着一步登天 想用最轻松的方式 获得最大的财富 眼高手低的人 总是给身边的人制造希望 又带来失望 最后让他们被绝望包围 有远见的父母 会阻止子女和这样的人 组建家庭 不希望他们被消耗掉 所有的希望 四 人品不可靠 和一个人结婚 好的人品是不可忽略的考察条件 福桑德斯说 品格能决定人生 它比天资更重要 人品不可靠的人 经常谎话连篇 言语和行为中 都藏着虚情假意 不值得人信任 他的心里隐藏着很多的算计 将利益看得比任何人都重要 为了获得利益 他可能会背信弃义 在生活中 人品不好的人 总是当面一套 背面一套 谁也无法真正看透他的想法 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 不但会让自己受到伤害 还会给自己的亲人带来麻烦 人品不可靠的人 对婚姻也很难有契约精神 也不会给自己的伴侣带来幸福 作为父母 不会让自己的子女和人品不可靠的人 组建家庭 不会让他们赔上一生的幸福 五 接触于 苏霍姆林司机说 你匆匆忙忙嫁人 就是肝冒成为不幸者的风险 作为子女 在谈恋爱的时候 不要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一味沉浸在虚无的浪漫之中 父母从心里就不认可的人 自然有其考量标准 多给自己一点时间 不要匆匆忙忙地走进婚姻 人生很长 要和真正值得交付的人过一生 才会收获自己期待的幸福 真正高情商的人 是会抬杠的人 你说 喝酒伤身 他说 小酒一杯乐悠悠 你说 抽烟有害 他说 饭后一支烟 快乐似神仙 你说 孩子要学英语 他说 身边有几个大人讲英语 不管你说什么 对方都坚持反对的态度 总要挑出一些毛病来 让你耿耿于怀 甚至把你气哭了 他才开心 这就是抬杠 有人接触语出一个道理 情商越低的人 越喜欢抬杠 抬杠 就是习惯性反驳别人 找茬 给人不自在 横看城领侧城风 远近高低个不同 任何事情都有多面 就是抬杠 也有其好处 只是很少有人去深入挖掘 大家都习惯性服从一些所谓的道理 要懂得 情商是一个人重要的生存能力 是一种发掘情感的潜能 运用情感能力影响生活各个层面和人生未来并走向成功的关键品质 也就是说 情商是需要动态管理的 要灵活运用 而不是一个角度 看人待物 若你是一个大格局的人 就会发现 抬杠是一种不起眼的情商 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感 创造了生活的滋味 一 抬杠 能直接指出缺点 文学家张潮说 小动物不会让人厌恶 但是驴子就令人讨厌 他的朋友倪永青说 喜欢驴子的人 就不会讨厌任何小动物了 同样一句话 反过来说 意思就颠覆了 张潮对驴子的偏见 被直接拆穿了 事实上 驴子帮人拉墨 可以骑行 很受劳动者欢迎 建安妻子之一的王灿 做人诙谐幽默 常常学习驴子教 他过世时 曹丕去了灵堂 送他最后一程 曹丕提议 大家学一次驴教 让他入土为安吧 很快 有些悲伤的驴教 让人们见证了一段友谊 也成为了佳话 人是有偏见的 而那些抬杠的人 恰好戳中了偏见 如果你能遇到抬杠的人 就应该反思自己 为什么会轻轻松松 被对方戳中内心的难受 是自己看问题不周全而已 二 抬杠 能是生活中的趣事 清朝的某一天 张朝发表一番感慨 女子在年轻时 声音很好听 但是长相不一 美帝丑的都有 真的是 耳听不如眼见 她的折张竹破接话 家里有年轻丑陋的女仆 让她隔着屏风小声说话 灭掉烛光后 再待在一起 会如何呢 还有人说 如果长相好 声音不好听的女人 你应该如何对待呀 似乎 张朝被抬杠到了无语的地步 但是她没有这样想 而是觉得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还记录下来 写在了《忧梦影》一书里 回头看 能够让我们记住的事情 也许和抬杠有关 因为抬杠导致记忆特别深刻 人生就是这样 总得有一些插曲 才觉得完整 若是所有的人 都站在你这边 说一些阿谀奉承的话 不提出别样的观点 你会厌恶的 一言堂 一编导 都是做人很忌讳的事情 不能不说 某些刺是很美的 就像玫瑰一样 因为有刺 才更被人尊重 三 抬杠能考验一个人的度量 你有没有气急败坏的时候 肯定有的 可是你应该如何控制局面呢 能够做到不生气的人 才是聪明人 铁齿铜牙纪晓兰里 和身和纪晓兰常常抬杠 但也就是这样 体现了纪晓兰的智慧和度量 有一天 和身请纪晓兰吃饭 特别安排一条狗到门口转悠 和身随口就问 是狼是狗啊 是狗 下垂是狼 和身是上书官 怎么不尴尬呢 还好一笑而过 大家继续吃饭 有一副对联说得好 大度能容 容天下难容之事 笑口常开 笑是兼可笑之人 被人一抬杠 马上就翻脸 这样的人 才是真正的情商很低 也不值得交往 尤其是自己的熟人 彼此有不同的意见 或者吵架的时候 翻旧账 都不奇怪 令人奇怪的是 有人就计较了 从而变成陌路人 若是有人故意抬杠 并且被你识破了 说明你很有格局 内心是通透的 若是你不知道其中的意思 还能扛得住 那么你就能称大格局 忍住脾气 四 抬杠 是转换话题的方法 小时候 学过一首童谣 外婆做了饭 什么饭 红米饭 什么红 花椒红 什么花 如果往下接续 能引申出很多的话题 也让人学到很多的知识 长大之后 若你说了什么 别人马上发问 你就不耐烦了 认为对方是抬杠 其实不是这样的 人家只是让你切换频道而已 比方说 你在办公室里 谈论水浒传里的好汉 但是 有人不喜欢 于是抬杠 哪有什么好汉 都跟着宋江投降了 非常明显 你此刻要闭嘴了 真的不要指望 所有的人都喜欢你 你说的话 所有的人都喜欢 若是大家不喜欢 那就做一个听众好了 也可以谈一谈 大家喜欢的话题 很多人表示厌恶 也会说抬杠的话 若你能听出弦外之音 那就能及时应对 并且处理好人际关系 五 当然 抬杠也分情况 故意挑刺 不小心说漏嘴 给对方一个下马威 无理取闹 高情商的人 把抬杠当成一种交流方法 把吵吵闹闹 当成生活的一部分 也接纳和理解别人的抬杠 那些被人反驳一句 生气一整天的人 恰好被抬杠的人 看了一个笑话 人的层次高低 不能按常规去理解 就是非常和睦的家庭 很优秀的人群 也会有争吵声音 也会面红耳赤 但是他们事后 能反思自己 始终能觉醒 打心眼里接受 如果你总是照顾 别人的感受 从未提出不同观点 那么你就是委屈了自己 或者做人太卑微了 春秋时 齐国的相国燕子 有很多的门客 有一个叫高辽的门客 三年没有提出一个反对的意见 因此被燕子辞退 今辞子是无三年 未尝必无过 是以逐之也 人的认知不同 我们需要尊重 并且积极发挥 而不是丢掉自己的认知 使劲给周围的人点赞 余生 愿你我有欣赏别人的态度 也有包容别人的气度 也有驳斥别人的角度 如果你越来越不合群 说明你活得很通透 年轻的时候 期待热闹 害怕孤独 涉事之初 从同学圈 跳进社会圈 走进职场圈 成家立业之后 还要雇着亲戚朋友圈 想尽办法打拼生意圈 随着年纪的增长 慢慢明白了 舒本华的那句话 只有当一个人孤独的时候 他才是自由的 如果你越来越不合群 说明你活得很通透 能权衡利弊 积极自度 一 合群 身不由己 人为什么要合群 不是因为你喜欢凑热闹 而是那些抱团的人 想办法欺负独行的你 这样的社交规则 在曾国藩统领乡军的时候 就出现了 作为乡军的对立面 太平军 红秀全 作为上司 带着大家憧憬 天下太平的生活 太平军发展壮大的过程中 很多平民百姓 害怕朝廷的打压 不敢轻易加入 进入湖南之后 红秀全面 临兵力不足的问题 因而积极和当地的会 党和谋 一些地方的帮派 一呼百应 太平军壮大 然后一举攻下了南京 上海的小刀会 积极回应太平军 在首领刘立川的带领下 开展暴乱 自称太平天国统领 正教招讨大元帅 他派人送书信给红秀全 表示合二为一 乡军为了平定太平军 也采取拉拢地方帮派的方式 扩大实力 经过长时间的拉锯战 太平军被消灭 但是乡军也被地方帮派渗透 很多人是乡军 也是土匪 地痞 难以约束 曾国藩 考虑到乡军变质了 纪律难以维系 加上时局关系 因此解散了乡军 物来顺应 未来不赢 当时不杂 记过不练 这是曾国藩的一句名言 也见证了他对群处的态度 此一时 彼一时 我们为了做成某件事 不得不借助群体的力量 或者自己拉一个群 但是在群处的过程中 人生是要受到制约的 毕竟 人与人之间 拉拉扯扯是避免不了的 并且无法真正做到三观一致 说白了 很多群 就是利益驱使而形成的 大家为了利益才彼此迁就 还一起商议大事 等利益到手了 或者利益分配不公 闹掰了 就一拍两散 留下诸多遗憾 不想合群的道理 应用到现实生活 你就会明白这几点 其一 不管去哪一个群 起初是为了得到什么利益 因而动机是不纯粹的 就是同学群 朋友群 同事群 不是单纯交流几句 而是和月收入 合作关系 潜在的合作对象 紧密联系在一起 其二 在群里 你就要听大家的话 不能摆出格格不入的样子 否则 你无法从群里得到利益 没有人有义务 使尽迁就你 还照顾到你 其三 不想喝的酒 不想去的饭局 很厌恶的脸色 你都要接受 如果遇到高人 还得给笑脸 给人一些好感 才有机会得到帮忙 其四 你进入的群多了 时间就完全被人控制了 尤其是一些要赶场子的人 浑身都不自在 难免会得罪人 人总会懂得 不管多委屈自己 都无法讨好全世界的人 群处是权宜之计 不是长久之策 若是自己没有本事 无法给别人一点利益 那就会被亲戚朋友瞧不起 想要合群 都显得无能为力 二 不合群 孤独自在 作家马德说过 忍受孤独是可怕的 当你看到那些 享受孤独的人 一下子就不怕了 当一个人被孤立的时候 心里隐隐约约 会有一些难受 但是主动退出群 就不一样了 会有一种 如是重负的感觉 孤独是人生的常态 若能好好利用 孤独的时光 可以成就更加优秀的自己 事实证明 一个人是不可能长期合群的 北宋都城东京 有居民二十多万户 人生鼎沸 街上 有一种店铺 叫娃子 娃舍 用来娱乐 聚会 闲来无事 和好友相约 在娃舍里喝茶 看看歌女表演 真的很惬意 要是机会好 还能遇到红颜之己 孟良录里说 瓦舍者 为其来使瓦合 去使瓦解 都城济盛里说 瓦者 也何以散之一也 从以上两句话 可以看出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 还能看到 有些古人对吃吃喝喝的聚会 同样是一种嗤之以鼻的态度 清朝时的和珅 身边有无数的人 推杯换盏的时间 数不胜数 为了讨好爱妾 和珅胆大包天 派人去库房里 偷来了一只御马 大学是阿贵平定回不后的纪念物 和珅的结局 大家心知肚明 相对而言 在电视剧里 与和珅唱对台戏的纪晓兰 就不太合群了 除了身边的小月姑娘 就没有几个铁哥们 但是纪晓兰的余生 过得很安稳 不管谁做上司 都能不卑不亢 我们终其一生 真正的群 就是自己的小家庭 此外 都是可有可无的 没有了群处的刻板 我们的生活会很自由 独处时一个人的清欢 三 不合群 不是情商很低 和任何人都格格不入 而是做人通透 不去巴结权贵 不瞧不起自己 人啊 你若优秀 就有了社交的价值 从而不担心孤单 你若一文不值 那么你就是站在群里 也是凑数的人 仍旧是孤零零的 看你的手机里 有多少联系人 有几个常联系的人 很久不联系的人 打个电话 是否还记得你的名字 能听出你的声音 曾经我们站在热闹的地方看世界 后来习惯了再清静的过日子 蔡康永说过 如果什么事情都指望自己去符合别人的期望 终究有一天会感到吃力 我们应该为自己活一次 总要有那么一段时光 习惯一个人走路 中年女人动心了 通常会允许你有这三个随意 很明显 人们常常将爱情视为生命中的一种机遇 尤其是对于中年女性而言 在这个阶段 她们往往已经拥有了稳定的事业和家庭 然而 内心深处仍渴望遇到那个能触动自己心弦的人 当一个中年女人动心时 她会展现出一些特别的迹象 允许你拥有这三个随意 这是她情感的真实流露 根本无法假装 一 随意融入她的生活 当一个中年女人对你动心时 她会表现出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 并欢迎你融入她的生活 她不仅会主动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琐事 还会让你了解她的生活习惯 兴趣爱好 以及与家人的互动 她经常会在周末或假期 邀请你一起参加家庭聚会或户外活动 并让你与她的亲朋好友建立联系 这意味着她已经把你当成了自己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并愿意和你共同经历生活的点滴 她会经常与你保持联系 并主动邀请你共进晚餐或一起参加一些社交活动 她希望让你感受到她的热情和真诚 并让你知道她对你是认真的 当她和你在一起时 她会觉得非常自在和快乐 因为她已经喜欢上了你 并觉得你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 如果你能够感受到这个女人对你的热情和真诚 那么这意味着你已经成为了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她会对你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 并愿意为你付出一切 二 随意陪伴她当一个中年女人对你产生情感时 她会把与你相处的时光视若珍宝 她不仅会珍视每一次与你的见面 而且还会极力维护这段感情的稳定性和持久性 她乐于和你共度良宵 这不仅仅是出于对于你的好感 更是因为她是你为亲密的伴侣 在她的心目中 你们之间的情感交流和互动是一种珍贵而难得的体验 她会主动邀请你陪伴她参加各种活动 以增加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 无论是散布在公园里 还是购物在商场中 她都希望与你形影不离 她渴望与你共同创造美好的回忆 并且通过这些活动 她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你的性格和喜好 这种默契的陪伴不仅让你们有足够的机会互动 也增加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 三 随意求助她一个对你动心的中年女人 会非常关注你的需求 并乐意为你提供帮助 她不仅对你的生活细节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还会在你遇到困难时主动询问你是否需要帮助 不管是工作上的压力 还是生活中的困扰 她都愿意倾听你的心声 并给予积极的建议和支持 这种关怀让你感受到她对你的真挚关心 而这种信赖关系也逐渐在你们之间建立起来 探究中年女人动心的原因 我们不难发现 她们在这个阶段更注重情感的寄托和心灵的归属 她们经历过生活的风雨 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伴侣分享喜怒哀乐 中年女性也更加成熟和独立 能够理性地看待感情 不会轻易被感情冲昏头脑 与中年女人相处 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和原则 要尊重她们的感受和选择 给予她们足够的关注和支持 同时也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成熟度 让她感受到你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伴侣 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 你们一定能够建立起一份稳定而美好的感情关系 在爱情的世界里 没有年龄的限制 只有心灵的相通 当一个中年女人动心时 她会为你打开一扇通向她内心世界的窗户 让你感受到她深沉而真挚的情感 只要你用心去感受 用爱去呵护 便能赢得她的芳心 共同书写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 让女人朝思暮想的男人 其实是这样子的 其实 每个女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类型男人 心里都是渴望得到幸福的 希望能遇到这样一个男人 真心爱自己 相互欣赏 彼此包容 对方能够对自己贴心 保护自己 宠爱住自己 在女人的心中 什么样的男人能让女人朝思暮想呢 外貌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对方的吸引力和魅力 能够让自己一眼看去就可以产生心动 女人在感情中 在乎更多的其实是看感觉的 对一个男人会不会心动 都是看演员 感觉演员合适了 那么自己就会对男人产生好奇 对他朝思暮想 想要去靠近他 跟他要联系方式 想要跟他在一起 所以 能够让女人朝思暮想的男人 其实是这样子的 一 男人在忙 也会惦记自己 联系自己 女人在感情中 其实都非常渴望被人在乎 被人宠爱住 被人记住住的 他喜欢的男人 是什么样子的呢 是能够对自己有空 就算工作忙碌 也不忘联系自己 哪怕给自己发一条简单的资讯 也觉得很温暖 当女人感受到男人的惦记 那么心里是非常开心的 他可以没那么大的成就 但是能够真心对他好 能够给他安全感和爱意 不仅仅是嘴上说说 却能够惦记自己 出差的时候 也跟自己分享 跟自己联系 那么女人 也会感觉到满足 女人其实要的 并不多 不过是男人的爱和关心 不要她的敷衍 不要她的虚假 而是用心地去懂她 能够及时回复她的资讯 能够关心她 那么女人就会对她入情至深 也会为她拿出自己的真心 二 男人能够对女人贴心 粗中带戏 女人也会很喜欢 女人其实会对一种男人 特别有好感 那就是贴心的男人 这种男人是暖男 不仅温柔待人 而且还特别懂得关心人 照顾人 所以会令女人动心不已 男人有自己的个性 却也会懂得女人的心思 就算有些粗心 却又能在一些事情上特别细心 那么女人也会忽略她的缺点 而看到她细心的一面 就会很动心 在女人心中 男人像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却又有一份细腻对她 知道她的生日 而为她精心准备 看到适合她的东西 也会买下来给她惊喜 还会懂得浪漫 带她出去吃饭 那么这样的男人 对女人还说就是完美的 无可挑剔的 女人喜欢男人霸道一点 却生活的细节中都处处关心她 爱护住她 给她贴心和照顾 那魔就会令女人神魂颠倒 三 男人能够满足女人的少女心 给她浪漫 其实女人的骨子里 也是渴望浪漫的 想要个重仪式感 觉得自己要是谈恋爱了 那魔就会想要对方 能够给自己这些仪式感 满足自己的少女心 当一个男人懂浪漫 却又不是吊儿锒铛 不靠谱的男人 他有自己的事业 也有稳定的收入 而且性格好的男人 那魔会成为女人心中的男神 女人对男神 都是充满助仰慕的 当自己遇到了一个男人 如男神一般 那魔他就会全身心 把自己投入进去 对你爱不释手 当男人跟女人表白的时候 也充满了仪式感 给他惊喜 让他感觉到好浪漫 他能够对你 为他做的一切背后 付出的心思所感动 从而接受你 更加喜欢你 女人其实都是感性的 当他收到男人的真心付出时 会感动到哭 在他面前就像是一个小孩子一样 超级可爱 情感寄予 爱情有时候会让人很惊讶 说来就来了 却又让人爱不释手 在寻找爱情的路上 我们也要学会保护自己 不要盲目的就付出一切 要学会看清对方 辨别真心 遇到真心 对你好的男人 就要好好珍惜 不要太做 否则 失去了可能一辈子 就无法拥有了 希望女人也能够遇到 自己心目中 喜欢的男人 找到自己的幸福 人哪 该慢就慢下来 有多少钱 想多少福 人哪 总是那么的忙碌 每天都那么忙 有人说是为了生活 忙得停不下来 可是却忘了一件事 有很多时候 我们忙得团团转 但是生活却并不如意 有时候 一味的去忙碌 未必就是正确的 一味的去忙碌 未必有收获 一味的去忙碌 未必有成长 我们把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 让自己一点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到了最后 只会不堪负重 只会倒下 曾世强教授 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人哪 该慢就要慢下来 有多少钱 想多少福 也许 正如曾世强教授 说的这样 太忙碌了 反而得不偿失 平平凡凡的日子 也挺好的 简简单单的日子 也挺好的 有多少钱 想多少福 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压力 不要给自己那么重的包袱 人的一生 就应该轻松地过自己的日子 一 人生苦短 珍惜生命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也就短短三万多天 这个过程是个吃苦的过程 每个人都在历练 每个人都在肚结 所以要倍加地珍惜生命 不要坐一天和尚 壮一天钟 不要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能够规律地生活 能够好好地工作 好好地休息 这就是最好的安排 现在的人规律地生活成了奢望 田园生活成为了向往 有时候不由地感叹 到底是什么 让我们变成了现在的这副模样 或许什么都没有变 变得是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内心变得贪婪 我们想要的东西太多 所以我们就背负的也多 其实很简单 只要有命活着 那该想多少福 就想多少福 只要有生命 所有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不要辜负了生命的憧憬 不要亏欠了自己 该慢就慢下来 有多少钱想多少钱的福 不贪不求 走向朴实心安的生活 二 真爱自己 人生才有意义 如果我们一味地忙碌 如果我们一味地奔跑 如果我们一味地努力 从而却忽略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真爱自己 有一天 我们的身体不再健康了 有一天 我们的身体不好了 有一天 我们倒下了 那所有的一切 还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意义 所以 人活着 一切都是以自己为重 自己的身体好 自己的身体健康 真爱自己 那么 所有的一切都有意义 不要太晚睡觉 不要熬夜 也不要不吃早饭 也不要给自己找理由 找借口 从而去懈怠自己的生命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我们要且行且珍惜 人这一辈子 也就短短三万多天 失去了 也就没有了 所以 先有革命的本钱 才能创造人生的辉煌 三 慢是态度 更是平和的心态 现在的人很难慢下来 其实 不仅仅是因为 社会的发展迅速 很多时候 而是内心的慌张 觉得如果说不努力 觉得如果说不拼 那么自己 就会被淘汰 那么自己 就很难再融入 其实 当拼命奔跑的时候 从而也就忽略了 沿途的风景 失去了真正重要的东西 一路的奔跑 只为了碎银几两 一路的奔跑 只为了名利荣誉 到了最后 虽然获得了 但是内心 却无法感受到 真正的快乐 所以 请让自己慢下来 慢是一种态度 但不是一种消极 慢是一种平和的心态 慢更不是骄纵 如果我们都有慢的态度 如果我们都有平和的心态 那么我们的人生只会越来越好 不会越来越差 告诉自己 人生是可期的 我们要慢下我们的脚步 我们要聆听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 我们要看沿途的风景 这就是我们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四 张弛有度 生活幸福 也许吧 有很多时候忙起来了 总是很难让自己停下来 哪怕有时候自己真的很累了 还是负重前行 也许是一种惯性 也许是一种不甘心 也许是一种习惯 无论是什么都好 但是 也请自己一定要量力而行 有多少钱想多少福 不要逼迫自己一直挑战极限 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人也是会疲惫的 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 所以 好好地善待自己 因为你发现没有 医院的那一纸通知书 其实就是在向你宣示着 生命需要被善待 人的生活需要张弛有度 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 该拼搏的时候就拼搏 我们要成为时间的管理者 而不是成为时间的被迫者 正确地管理好时间 让自己的人生循序渐进 让自己的人生张弛有度 该慢就慢 有多少钱想多少福 这才是人生该有的模样 这才是生命所赋予的意义 有一种女人 不漂亮 但在男人眼里很高贵 一 卷手雨 人生如战场 给人的感觉总是动荡不安 若想生活稳定 活得高雅 就要学会用心去经营 和打理自己的生活 在很多人心中 女人如花一样娇嫩 是需要保护的 真正有魅力的女人 迎风傲雪 坚强独立 有目标和计划 始终掌控着自己的命运 有一种女人 不漂亮 但在男人眼里很高贵 二 灵魂与众不同 藏着趣味 灵魂有趣的女人 活得生动有趣 内有芬芳 外界的环境 影响不了她的心境 表妹被一个各方面条件 都很出色的男人追求 她有点慌 不知道对方喜欢她什么 也有点自卑 觉得自己很普通 有点配不上对方 男人喜欢她 是觉得与她相处特别快乐 他们两个人是同事 一起做很枯燥的工作 表妹能把工作的每个步骤 分解成游戏 然后逐一挑战 最后完成的时候 会感觉很有成就感 很累的时候 还要加班 大家都失去斗志 工作没有效率 表妹会穿上青蛙玩偶服 给大家跳舞 傻傻的样子 惹得大家捧腹大笑 之前的疲惫感 也减轻了很多 男人说 她的余生 想找一个灵魂 有趣的人在一起 那就是她 灵魂有趣的女人 活得很热情 活得与众不同 在枯燥的岁月里 始终能保持自我 活得热泪盈眶 让生活充满了新奇 快乐 并且还能带动自己 和周边的人 更加热爱生活 普拉斯说 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言 消怒 并且悦人和迷人的品质 灵魂有趣 会让男人觉得 她万里挑衣 别有一番滋味 总会忍不住 想和她在一起 三 大脑 藏着学识 别有格局 漂亮的女人 若是 内在空洞 便会如同花瓶一样 让人看一眼 就放下了 有一种女人不漂亮 但是大脑里 有着丰富的学识 说话时 很有格局 会让男人觉得 她特别有才华 远见 被其所吸引 博洋说 气质应该说是功利所显 也是情操所限 聪明睿智 学识渊博的女人 会为自己 构造出一座 她是稳定的城堡 理智 努力 有主见 能把眼光放得长远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机 都能从容解决 她想要的一切 都会通过自身的努力 和过硬的实力去争取 有格局的女人 有阅历 层次高 见识与众不同 说出的话 做出的事情 都能让人高看一眼 这样的女人自带气场 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正能量 也更能赢得别人的欣赏 四 待人情商极高 相处不累 在男人眼里 情商高的女人 很有吸引力 狼牙榜里的静妃 没有家世地位 还因为邻家的事情 受到连累 一直不得宠 但她想吸引皇帝注意 很容易就办到了 她知道皇帝为国事烦忧 为家世操劳 最想要的就是片刻闲暇 能有轻松的感觉 于是皇帝来到她的院子 她从不提外面的事情 而是留给皇帝更多休息的时间 为她燃起助眠的香料 还会给她按摩解法 受了委屈 还很大度 从不抱怨 这样的姿态 在皇帝眼里是与众不同的 皇上觉得 在这个皇宫中 其他人皆为权势而讨好迎合她 只有静妃是真心为了她好 后宫加厉三千 她只喜欢与静妃相处 是被她安静的气质所吸引 是因为相处不累 而不愿离开 索菲亚 罗兰说 美丽使你引起别人的注意 睿智使你得到别人的赏识 而魅力 却使你难以被忘记 女人可以长相平庸 但是一定要不断提升内心的境界 稳重 大气的女人 能给予男人温柔的慰藉 待人处事大方得体 把任何事情交给她 男人也会更安心 接人待物 极有分寸和章法 不卑不亢 会让男人更愿意亲近她 女人 要学会提升自己 保持个性 别被这世上的爱恨情仇 磨平棱角 要有属于自己的风格 我行我素 与人交往 进退得当 不与人起争执 懂得和违规 减少自身的娇气 不做玻璃心 积极热情地去拥抱生活 踏平种种不如意 活出最肆意的美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